无麸质的饮食对减肥有帮助吗 麸质是一种蛋白质 理论上以这个蛋白质来代替淀粉类的食物 应该是能减肥 可是你不吃麸质 怎么还有人说反而能减肥呢 好 为什么 因为很多主食跟甜食当中 是含有麸质的 尤其是西方人 他们主食是以面粉 面条 面包为主 甜品的制作过程当中 也加了很多含麸质的面粉 所以当他们奉行无麸质的饮食的时候 同时也减少了这些主食跟甜品的摄取 在无意之间就减少了这些热量的摄取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无麸质饮食以后 他们发现说体重下降了 所以西方那些影视圈的名人 一宣传说 他们进行无麸质饮食居然体重减轻了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说无麸质饮食居然可以减肥 确实跟大家讲 过去曾经有研究发现说 本来有病有乳麦蟹的人会拉肚子 但是他们吃了无麸质饮食以后 因为怎么样 腹蟹改善了 营养吸收变好了 反而变得更胖 所以胖不胖的不是因为无麸质饮食 而是因为热量摄取的改变 大家一定要正确的认识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